你以为的藏狐是狐狸界的另类 仅凭一己之力拉低狐狸界颜值 实际上它的存在直接影响着草原生态环境 因为它以捕猎大四肯食牧草的蜀兔为食 所以当地牧民可离不开汤 你以为它一张艳势脸比是万物 实际上它非常专情选定配偶则终身相伴 更重要的是 藏狐爸爸会和妈妈一起捕育幼崽 是妥妥的宠妻狂魔了 别看它脸很方 嘴巴却特能壮 方脸给了它强大的咬合力 脸颊附出更多的肌肉 让它能打包好几只鼠兔带回家 你以为它们眼神迷离 智商堪忧 实际上它们非常精明 自己不会挖洞 却总是抢占汉塔的劳动成果 汉塔辛辛苦苦挖的仪式三厅 转眼就变成藏狐一家的温馨小窝 对藏狐来说 颜值什么的可有可无 但智商一要储备充足 才能在生存条件严峻的高原上 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哦